一口就吃的稍稍的,就放下,就说我吃饱了,这个南陀王立刻地也把这个放车肉了,放上来非常好的一件事,上松了很多,很多这个时候呢,这个龙君比酒又拿你来吃,吃完了这个,吃了几口,这时候南陀王就说了,就是江菜你说吃饱了,为什么你又吃了呢? 所以这个,这个心机多的人呢,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个龙君比对他说,江菜这个初食我吃饱了,细食还没吃饱,所以我还要再吃,再吃一份再吃,这一回合就过去了,回合了,然后, 然后,这个南陀王又提出问题了,说是,关于得到这件事,出家在家,都可以得到 那么这个龙君比说,是的,出家在家,都能得胜到 那么南陀王也还是说,那么何必出家呢? 龙君比说了,说我给你比喻一件,人说是,在三千里外有事情,那么远,我派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一只马,带着,就是死顶着这个人,拿着补气,趁着这个好马,到三千里外, 他能不能倒,到三千里外去,他能不能倒,到三千里外能倒,到三千里外能倒 那王说,不一定,不一定能倒,就是不要说是不带粮呢,就是带着粮也未必能倒,不一定 那么这时候,龙君比说,说出家修道呢,就像那个邵壮那个人,骑着快马,带着质量,到三千里外是这样的 就可以这样批语,说在家修行啊,能不能得到,就像老年人,骑着瘦吧,不带粮,到三千里外就是这样的 也可能到,也可能不到,也可能不到 那么这是,这又是一回合,到此为止 那么这时候这个南逃亡又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什么问题呢? 说是这个女人,已经接回来的女人呢,也是年轻力壮啊,胃口非常的好 她吃面包也好,吃馒头也好,吃面条也好,吃各个的蔬菜也好,吃下去都能消化 是不是,龙君比说是,能消化 说是,但是女人怀孕了,这个孕也逐渐在庭内能够渐渐长大,为什么不消化呢? 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龙君比说啊,这是业力的问题 业力问题,说不可以消化 所以我也可以消化,但是这一部分不可以消化 因为她这个业力,能保护她的安全 她可以继续长大,是不可以消化的 那么这是,又是一回合 我们再讲一回就听起来好了 这是啊,我听说啊,你们佛教里面讲一件事 这是一个恶人,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罪 但是她念佛,念阿弥陀佛 还有念经啊,临命中的时候能念佛啊 她不会堕落恶道,能往生佛事结局 这却是不合道理,不合道理 因为有罪就应该下地狱嘛 为什么念佛都往上净土了呢? 她说这个 那么这时候龙君比就回答这个问题 说是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你把它丢在水里面 它是能浮在水面上,沉在水底下的 那当然还是沉在水底下的 它不能浮在水面上 龙君比就说,说是有个船 有个大船 你多少个大石头放在船上 它是不是沉在水底 这个不能,不能沉在水底 它还是在船上,不会沉下去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啊 说是生存有罪啊 但是它沉在水底的阿弥陀佛呢 有阿弥陀佛的大慈悲的愿力的大船呢 它不沉,不沉在下去 不到三恶道去 就到佛世界去了 这又一回合 我说这一段诗是什么意思呢? 这叫做如量智 也叫做厚德智 就是读书多 它有广大的啊 差别的智慧 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它有通大无碍 这些智慧就叫做 如量智 叫做差别智 叫做厚德智 也叫做全智 也叫做方便智 这是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啊 当然我们没得圣道的人 也有的也有智慧 也有这种智慧 很多的事情它都知道 它都能讲解 都能问到 但是在佛教徒 佛法里面讲呢 那和世界的智慧 那可是不一样 其中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你得到了 要见到真理的智慧的时候 你发出来的这种啊 如量智 这种方便三小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清净的 由着根本智啊 能见真理的这种智慧的力量 使用你这个差别 分别的智慧得清净 你要没有这根本智 那不行 就是我们寐得圣道的人呢 这个人很有学问 很有辩才 都是虚妄分别 那不一定是清净的 所以这里还是有差别 可是在我们凡夫来说呢 在我们凡夫啊 凡夫的佛教徒来说 我们学习这个智慧的时候啊 先应该学习这个 见真理的 分别制 先应该学这个智慧 因为这个智慧啊 能使我们心不颠倒 江才说啊 那个厚德制 那个分别制啊 他不颠倒 没有错误 是用根本智的力量 他才是清净 不颠倒 如果没有根本智 那个智慧 虽然有智慧 那个智慧是颠倒的 是错误的 斜之斜见的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先应该学习这个根本智 学习根本智 叫心不颠倒 和江才说 我们叫阿弥陀佛 要心不颠倒 问题就在这 要先学习的根本智 学习的根本智啊 当然在经里面 在《摩赫博尔波罗密经》里面 也说的很深 说的也是很深 但是我们现在简单地说吧 就是江才我说的 道见五蕴皆空 我们关着舌手响应师 关亚尔比赛生医 关舌手向外出发自己 这十八戒 以世间生医生法能够 心里面无分别 空了以后 心里就无分别 要学习 观察一些法空的时候 是心有分别的 心有分别 等到见到真理的时候 这个智慧是无分别 由有分别而入于无分别 是这么一个境界 我们学习这种智慧的时候啊 在我们寐得圣道之前的时候啊 这个智慧还没成就 没成就 虽然没成就啊 但是我们会有一种 与根本无分别之相似的智慧 我们这个 现在没得圣道 但是不断地学习佛法 不断地修行的时候啊 就会成就了 与圣人的根本之相似的一种智慧 先要得到这个智慧 先得到这个智慧呢 这个智慧也就是 不断地学习佛法的时候啊 虽然没到圣人的那种 无为法的境界 但是也可以有分别心啊 由现在的分别心呢 世界上一切的境界 都是如梦 如梦中境 如水中月 都是有耳不识的 都是虚妄的 心里面就能看开一点 就是这个执照心呢 就清了 执照心不那么重要啊 这个烦恼渐渐地就 就微薄了 就微笑了 就少了 而不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多了 不是我们 哎呀 你有点不如意识 就不得了 我们说 暴跳如雷 不会那样子 好 就烦恼渐渐地会轻下来 而智慧呢 也逐渐逐渐地挣扎 而这个智慧呢 就是和那个圣人的智慧啊 还是有距离 但是有相似 就是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啊 现在说 劝词品呢 这个词是什么 就是不识调 你学习了这个智慧的时候 你学习不识调 不识调 不识调 这个智慧 这个不识调 怎么叫做不识调呢 就是 我 答应我们学习佛法啊 先要从文字上来开始学习 从这个文句 而是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事 天王天 乃至阿加尼扎天 于是地欢迎读天下 这是文字 像波尔波罗密经也是文字 金刚波尔波罗密经也是文字 但是华元经 法华经文文经 都是文字 从文字上去学习的时候 你逐渐地就有了这种相似的智慧 相似的智慧啊 初开始的时候 这个智这个智不及格 我们办不到 我昨天学习的 今天记不清楚了 还有再去看一看 才能清楚一点 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思维 也要不断地静坐 这时候能够记得清楚一点 但是没有力量 什么没力量呢 有人赞叹你一句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 这是个如梦的境界 你赞叹的也是如梦里面的人 不是真实有人赞叹你 但是你就知道是 哎呀我又这么好嘛 自己又高起来了 这样呢 这个如幻如画的智慧死掉了 又死掉了 又死掉了 也骂你一句 你这个人呢 并没有修行啊 你是很差劲的呀 回路你的时候 这个愤怒心就来了 就是如幻如画的境界 这个智慧死掉了 因为你知道 骂的时候也是如幻如画的 如梦中静 赞叹的时候也是如梦中静 都不真实 你心就不动 你赞叹我也不需要欢喜 你回路我不需要愤怒 就是因为有那个相似的智慧的时候 你这个智慧在活动的时候 在发出热音了 心就不动 这叫做持 那时候能够 能拿得住 在你心里面能掌握得住 那就叫做持 所以说我出家很多年了 我还能讲经说法呢 但是人家一回路你 你火就来了啊 你就没有那个智慧 智慧不够 或者有啊 你不能吃 你不能够掌握得住 这是不及格的啊 不及格的 所以现在说呢 劝词啊 就是我 在底下 下面经里面有说 要劝你啊 努力修行啊 要拿得住 你这个智慧啊 不要吃掉 这是这是本文的一个正义 正义 但是这件事啊 一定要啊 这个经文的佛法 这文字的波尔波罗密啊 你也要吃 你天天要读 天天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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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了能诵 从文字上 为什么要读这个文字的经论的经典呢 文意在道 佛法的真理啊 离开了这些符号啊 离开了这些文句啊 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所以佛也 来到人间说法的时候 也要说话 用语言文字啊 语言就是文字 语言里面有文字 用这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真理 如果没有这个语言文字 这个真理没有办法表达 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学习文句 文句的经典 有文字的经典要学习 学习它的时候 你心里面才能够啊 去分别 就说大乘论上 我又想起那句话 非礼比能全 自于所全主案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离开了啊 能全显真理的文句啊 你的 虽然你有智慧啊 你不能在 所全的意理上活动 你不能 你不能活动 所以我们要是学习佛法 你不听讲解 你就得读书 不愿意的话 佛法的道理 你没办法学习 这个道理就是 非礼比能全自于所全传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劝词啊 也包括学习文字的佛法 你也要受持 最好是能背下来 金刚经文也把它背下来 或者大这个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三十卷 在古代是有这种音 这个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三十卷它能背下来 古代的华原经六十卷 八十卷的华原 它能背下来 法画经啊 是奇卷不算多 但要按我们来说一下 背了还不容易 但是很多人能背法画经 现在这个劝词也包括这个意思 这也叫做文词 文句的文 文章的文 叫文词 一个文词 一个义词 文有文词 才能得到义词 你自己这样学习 你文言讲解 都需要有文 就是要有语言文词才可以 所以这个劝词品呢 包括文词 也包括义词 就是有文字 波尔波罗密的消息 才能够得到义 你才能够词 有渐渐的词 最后德国生发言 就成圣饮料 那是真实的词 而不退转料 这个我们现在学习 说我们从文字上的学习 用到多静坐 多思维啊 好像对于文 对于义都很熟悉啊 但是一口气不出 不来的时候死掉了 说来生你还能吃吧 考不住 但是要得圣道的人 还能吃 你得出国的人呢 他死掉了 他来生了 他还是出国 他那个圣道的智慧 不死掉 他不死掉 他不颠倒 但是凡夫 靠不住 所以这个劝词啊 这个包裹 当然主要是我们凡夫 凡夫要努力地 学习佛法 使令我们有智慧 令心不颠倒 不要死掉了 这叫做吃 我们多数自己 不愿意 要人家劝他 劝我们才能吃 这个题目就简单说这么多 这一下 儿师三千大千四季 所有是天王天 这底下一颗啊 是什么意思呢 是诸天劝词 不是佛 也不是毕丘 不是一般人 是天上的人 天上的人呢 他表达他的好意 劝我们呢 学习的波尔波罗尼经 劝我们受识读诵 这样意思 儿师三千大千四季 这是前一品呢 是数成品 结束了的那个时候 那么三千大千四季 是处说 而所有四天王天 乃至阿加阿加阿加尼扎天 这个四天王天呢 是御界天 御界这个下面的第一成天 第二是道立天 叶摩天 都帅扎天 都帅扎天 华乐天 他华至在天 这六成天 是御界天 然后啊 这个舍戒的天 有初成天 有二成 三成 四成天 阿加尼扎天呢 是舍戒最高的那一成天 那一成天 好 这样子嘛 就是三千大千四季 所有的四天王天 乃至到舍戒顶天 很多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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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吁 师弟欢音 朱天 他们就对师弟欢音说 师弟欢音 就是道立天主 道立天王 是对他说 是朱天和朱天在说话 但是是在法会里面 在佛陀说波尔波罗密法门的法会里面 他们说 说应受是波尔波罗密 应词应亲近 应读诵说 正意念 这是说受持的相貌 我们怎么样受持 这样子 应受是波尔波罗密 这个受啊 是接受 什么叫接受 受者信你 你相信这个法门 那就是领受了 如果你不相信嘛 就排斥了 就不接受了 所以说那个受 是相信的意思 你要信受 师波尔波罗密 应词应亲近 我们一般人来说 比如说是我的好朋友 劝我相信波尔波罗密 我可能相信 因为我和他有感情 他说的话 我不能拒绝 我就非要接受不可 可能是有这种情 也可能不行 其他的事情 我不是好朋友 但这件事 我有我的主意 我不能相信你的话 这也有一次可能 但是说是 比如在社会上 有地位的人 要劝你相信 你也可能会相信 但也可能不相信 好 现在这上面是说诸天 天上的人 天上的人 我们一般人 比如说是你这个平常人 你说的话 不至于好前 我不能相信 但是要一个人有神通的话 他要说话 这个可不简单 可能容易相信 但是那还是阴间的阴 现在是天上的人 有欲界天的阴 有舍界天上的人 欲界天 舍界天上的人 那是大福德阴 可不和阴间 可是不一样 我们说 也是大致都认说的话 说是天女 天上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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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到阴间的话 天上的女人 要来到阴间的话 我们阴间的男人要看见了 假设她的欲心重的话 要发狂而死 要发狂而死 尤其是都认识这个话 但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天上的女人 天上的女人特别美 天女 其实天上的男人一样 也是 那是大福德的境界 他要和你见面的时候 不用说 你一看见心里就欢喜 我看 他要和你说话的时候 你相信不行 你相信不相信 要是舍界天上的人 有禅定了 那是有广大的神经 是诸天 那这样劝 一个天 两个天 这么多的天 来劝我们 的确是容易相信 容易相信 这个 有人说谎话 说一千遍 就是真实的了 何况佛法的真理的语言 更容易令人相信 当然这是说话 因为身份有关系 也看自己的善根 现在说应受 应受吃波尔波罗密 就是你应该信受这个波尔法门 应该信受 应持 就是你应该要持 不断地学习 要能够吃他的文 又能吃他的义 应该吃 应亲近 应亲近呢 就是不断地和他接触 要常常和他接触 不如说是 我把这个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我背下来了 但是你天天地背 那叫亲近 我背下来 又不背了 不背了又完了 这个亲近呢 你要不断地和他接触 应读诵说 读诵说 读是照文照本念 诵是辈子本 不用本 那么自己能够把它诵出来 能念出来 说呢 要为别人讲说 这样 这样学习 正义念 这个正义念是什么讲呢 这个正是不颠倒的意思 没有错误 你能够以意念 这个意啊 是想的意思 我过去的事情 我昨天做什么事情 想一想 那就叫做意 这个念呢 就把所想的事情 显现在心里面 明明了了的显现在心里面 那叫做念 而现在这里的意思 是思维观察的意思 你心里面呢 你心里面呢 对这个波尔法门的文 波尔法门的意 你把它显现在心里面去观察思维 那叫做意 那叫做意念 那叫做意念 这个佛法啊 也重视信 也重视信 但是实在来说 是重视智慧的 由智慧来建立 对佛法的信心 不是信就完了 不是 你还要在心里面去观察思维啊 佛法的道理 常常这样观察思维 然后啊 究竟是不是真理才能决定的 是这样意思 所以叫做正意念 好 那么这几句话的意思呢 叫做劝词 这个劝词包裹这么多的意思 好 好 喝一